我要當爹啦!出發!我直接飛機轉高鐵,去江西吃江西啦!嘿嘿嘿,我已經到了! 敢不敢在日本街頭超紅旗飄飄? 五星紅旗,你是我的驕傲 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最近中國又傳出了嚴格的限制遊戲令啊 那就在昨天他公告了網路遊戲管理辦法的草案徵求意見稿 那其中裡面這四點引起最多中國網友的討論 像是手游獎勵限制啊,取消首次除職,連續除職,每日簽到任務等等的辦法啊 避免小粉紅們過度消費或是過度手游成癮 像是這條我都覺得蠻好笑的 小粉紅們那麼的愛黨愛國,你們應該也都有下載所謂的強國APP,學習強國吧 這個學習強國裡面應該就是有這個每日簽到的任務 難不成你們愛黨愛國都成癮了 那如果你們沒有誠意的話,你們又在判黨判國對吧 那第二條啊,像是什麼?虛擬道具規範 禁止遊戲房公司啊,以炒作拍賣的方式 紅台道具我講 第三點是什麼?儲值限額 所有在中國的遊戲啊,儲值上限有一定的規範啊,不能超過這個 那第四就是消費提醒 所有手游會彈出理性消費的標語通知 要知道啊,這個只是草案徵求意見稿哦 那在台灣人的認知當中啊,草案就是討論嘛 不見得會實行嘛,對吧 我們要收集意見,然後我們再來決定要不要做 但不好意思,他們不是民主國家啊 不要用正常邏輯去看他們 通常中共發出這樣的草案徵求意見 那大概率就是七八成會上了 或者是說出來了這個規章制度 差不多就類似是這樣的模式這樣的模板 所以你們可以發現 為什麼這個草案還沒有通過也沒有立法 就已經一堆遊戲公司的股價大跌 我們可以看到網易跌了26%到28%之間呢 騰訊跌了14%到16% 那其他公司都跌幅8%到16%之間不等 當然搞笑的是什麼?這個跌了十幾%的騰訊啊 竟然也在同一天的22號發表聲明說什麼呢? 對於這種網路遊戲管理的辦法 咱們是秉持著支持的態度 你支持但你的股價跌啦 為什麼咧? 你支持你們的股價要全部漲才退啊 嘴硬但身體又要誠實對不對? 前面剛剛不是有說到 中共不是個民主國家嗎? 雖然他們也號稱自己是民主國家 而最近是中國的一些什麼基層幹部啊 什麼人大代表啊 什麼街道辦什麼村委書記什麼鬼的 在選舉的階段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他們是怎麼選舉的 我們可以看到有人爆料說 我是大一新生這兩個人我都不認識 看上去是內定的 我是江西南昌這邊 明天專業課討論結束之後 利用施政教室的20分鐘來填選民選投票單 然後呢 規則已經寫好了 第一個投圈圈 第二個投叉叉 哈哈哈 還有人說什麼呢? 前兩天是我們街道辦也組織過一次人大代表的投票 社區投完票在讓網格員們假猩猩的拿著票 和投票箱挨家挨戶的讓居民投票 選票上面也只有一個名字 在名字上面的空格只能打勾或是差 幾乎所有選民都不認識那個被選舉的那個人是誰 給我們分配下來的任務是收集兩百多個選票 但就給一個上午的時間走返完兩百多戶人家 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然後我們幾個網格員就拿著選票 去了十幾戶人家 讓選民填了個選票 放在投票箱裡面 剩下兩百多張都是我們自己手填的 還故意做了幾張廢票和反對票 所以啊 聖上啊 同意同意同意通過 我相信那是真的啦 因為那種東西也不敢有人反對 但是連這種街道辦書記啊 什麼人大代表都可以作假成這樣子 你說中國很民主 對中國超級民主的 還有很多都是跟這個李老師推特爆料的 我是走讀生啊 我們學校也是在作假投票啊 對吧 很多很多 你看這些選舉人大代表裡面好幾個人 但我一個也不認識也沒介紹 也不知道他們的政見是什麼 結果呢 這個人把我們叫到教學樓下 然後大喇叭喊著大家要選哪一個 不能選哪一個 對吧 最後幹部還要一個一個檢查選票 最後自己填了幾張反對票 跟棄權的票 來表示咱們中國是有民主的 是有人反對 只是這個反對也是少數 所以多數人的意見是支持他們的 讚 還有這個河南村子不是也是這樣嗎 原來村支書記必須是黨員 都是政上內定的 村長也是他們選好的人 你看這個這個其實多到不勝美舉啦 所以不用再跟我說真的 你們很民主不用跟我講這些啦 真的很民主就是自願性的去投 然後有很多人 然後他們的政見 你都要知道他們大概率知道是什麼 我們看到有很多中國網友就在說什麼 說白了 就是一群不好好管孩子的家長 天天甩鍋遊戲 而上層又死活不搞分級 這就是一刀切嘛 對吧 某些部門不是不明白 發出來股市會暴跌 他們純粹是壞 壞到幾點 這個股市崩盤真搞笑的強國 對吧 整天說網友問題大 那也管管短視頻吧 更多人一天幾個小時吃幾個小時刷不停 還在看直播買一堆有的沒的 好好學習 不要有躺平享樂的想法 長大了好好做底層打工人 給大老爺們當牛當馬 我一個成年人就指著 手沖獎勵 這點快樂 現在壓力這麼大 遊戲不讓好好玩 你還想讓成年人幹啥呢 我只想天天上班 摸魚玩遊戲 我不每天登入我咋攢資源呢 這是我一個普通人的愛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大部分 正常的中國網友 都是非常的反感的 當然啦 小粉紅在這一點 一定私底下在抱怨 但網路上還是我支持黨的領導 求垂得垂啦 而且我們也可以發現 只要是腎上親自抄刀的 通常都是爛尾收場 你看這個身上 這兩三年都在對遊戲業開刀 對不對 前兩年是限制未成年人玩手遊的時間 只有假日晚上特定 我印象中是8點到9點 只能玩一個小時 除非你是冒用父母 或是其他你的兄長啊 你的姐姐 那些成年人的身份證 去創帳號你才可以嘛 對吧 或是這個網路上 去買人家的身份帳號 除此之外吼 那身為一個台灣人 我是非常的無條件支持 黨 服從祖國偉大的黨 在中國的政策與領導 反正被鐵拳又不是我們台灣人 也不是我們台灣股市 更不會是台股啊 對吧 是你們的黑股啊 也不會是我們台灣學生 或是這個未成年人的娛樂生活啊 當然 如果這些政策未來真的要實現的話 估計跌幅的更大 所以小粉紅真的不要再吹中國經濟 你們愛吹就用身體去實踐 去買現在這個破3000以下的2900點的A股 像你們胡錫進前幾天在這個論壇上面說的啊 這個A股啊 現在點非常低 趕快投資 現在2900點買 如果他繼續跌到2800點怎麼樣 還是買 總不可能跌到1000點吧 快買 A股靠你們就 中國靠你們很久 不要整天說大話 對吧 中國GDP在成長 但A股停滯10年還反倒退 到底哪個在作假 當然台灣股市就不用你們操心了 自己上網看數據就知道了 哈 我是覺得很好笑 每個人都是一個成年人了 對吧 在這種自由市場的機能之下 你可以做選擇 而你要對自己的這個選擇負責 而不是說什麼都要父母來管 什麼都要政府幫你管 那你就當個廢物就好了 當然啦 我相信啦 正常的中國人是不希望這樣子的 當然小粉紅是希望 所以他們求垂得水 當然會害到你們 那當然啦 這個就是中共政府 他為了要彰顯他的權利 他也不知道他要幹嘛 所以他只能往 不知道該怎麼做的地方去做死 展現自己 我好像有在管理 我好像有在為了你們人民 但這個不是你們要的 對吧 每次看到聖上在搞這些 就覺得很好笑 做死對不對 你看他搞什麼 真的垮什麼 我就講個最近的外交政策就好 這個你們中國國內的經濟 我講過很多 這個我就不用再講 啊 前幾個禮拜說要開放這個 海外免簽 入境中國 然後招商啊什麼 結果北京上海機場 冷冷清清 完全不像一個 所謂的大國機場在幹 你隨便一個小國家的機場 真的都比你熱鬧 前幾天我看那個 加拿大的那個YouTube張瑤嘛 他說什麼 加拿大跟中國直飛的 航班幾乎沒有啦 那他搭往日本的飛機航班上 有好多中國留學生 都是從中國轉機回北京 不然就是回上海什麼地方的 像是這個 中國網友說的 他在北京大興機場 過海關 居然只有他一個人 北京機場你信啊 他還以為國際線都恢復了 差不多沒想到 都只是個假象 而最近有很多中國財經大V 都被封號或是禁言 原因是唱衰中國經濟 但說句實話 他們很多人 都還是說得非常的保守了 你比起什麼歐美台啊 這些財經專家 對於我們自家國內的層面來說 他們中國大V已經很給你們打面子了 我們民主國家可能是衰退個1% 然後就會誇大成 其實我們衰退了10% 我們衰退了20% 我們倒退了80年 對吧 要說的很亂一樣 對不對 然後要讓那個 在野黨來執政嘛 就跟世界末日一樣 但是在中國 全世界的數據報告都說 中國在衰退 而我們也看在眼裡 看A股就好了啦 對不對 衰退成這樣 而他們的那些中國大V已經說得很保守 說中國可能是衰退個1%到2% 沒有外界傳的3、4%那麼扯啊 連這個都是不可以的啊 要說什麼 我們是戰略性成長啦 穩中向好 勝利四下降 微調啦 像是這個中國政法大學的資本金融 研究院的院長 財經大V劉濟鵬 他在中國多個平台都已經被封殺了 原因就是他講出了這一點 而最近啊 還暖心的還是來啦 日本議員已經去日本警局立案 檢舉這個中國網紅 由頭六四分和那位自稱是 陳真的 東銀小野亮 他就是拿著一億日元到場去砸錢 然後最後還把錢拿回來 然後喝酒酒駕去撞日本街頭的那一個中國網紅 這個日本議員去舉報他們兩個啊 警方目前已經立案在進行調查 警方也說啊 如果我收集完證據之後 不排除對這些中國網紅們提出通緝力 但前提也要是他們還在日本境內啦 那舉報的原因是什麼呢 色情行業啊 還有這個免稅商品出口啊 走私啊 逃漏稅洗錢啊 還有一些亂七八糟的組織嘛 對吧 舉報這些等等的項目 所以我說啊 這些小粉紅求垂得垂 不要討 勇敢的面對 好嗎 而前幾天小粉紅還在笑 欸你看人家這個日本老闆啊 那個西太后餐廳 有貼出什麼西藏啊 新疆香港獨立 就唯獨沒有貼台灣獨立 可見啦 你們舔日 人家也不屌你們 結果馬上又限時報啦 每幾天這個日本店家就貼出了這個台灣獨立的圖片 我真的覺得你們少說話啦 一說話就鐵拳耶 我建議你們直接把這個 把這張圖 就是這張圖 搬到微博上 公開批判 最好不要給我把旁邊這個六四還有這個聖上的名字打馬賽克喔 我笑你不敢啦 上面有六四天安門跟聖上的名會啊 光這一點就夠S你們了對吧 一群想幫皇上洗地的奴才 又不敢把皇上被罵的事情傳回去中國 你可悲自己耶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這個影片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啦 掰